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穆勒的报告各方都有很多评论 但是穆勒的报告一个核心点 就是说他没有提出对特朗普的指控 司法部长巴尔将米勒调查报告主要结论的 四页摘要信函送交国会报告指出 未发现特朗普阵营与俄罗斯勾结的证据 而针对特朗普涉嫌阻碍司法的调查 米勒报告称目前无法证明特朗普有罪 但也无法证明他无罪 米勒并没有建议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起诉 美国司法部认为目前没有充足证据显示 特朗普及其团队阻碍司法 不过报告称米勒将对多个俄罗斯个人和机构提起诉讼 理由是俄罗斯通过其互联网研究机构 在社交媒体发布虚假信息 分化美国选民 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总统大选 此外国会重要议员在野的民主党人 以及特朗普某些共和党盟友 都要求彻底公布报告内容 目前尚不清楚司法部长巴尔是否会这样做 实际上来讲自从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的不长时间 那么由于涉及到所谓的俄罗斯插手2016年的美国大选 导致希拉里的败选 那么这个事发酵在民主党在2016年 总统大选之前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受到了黑客的攻击 那么有些民主党内部人士之间的来往 信函被披露被曝光 那么大家的怀疑是俄罗斯黑客干的 那么由此联想到特朗普身边的人 和俄罗斯的一些各界人士 或者相关人士有些互动 那么就是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 是不是俄罗斯帮助特朗普当选 那么由此产生了所谓的通俄门的调查 所以可以这么讲 当时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 那根据当时司法部的这样一些 关于对通俄门调查的规定 那么穆勒是向司法部负责 那么经过大约两年半的时间 那么穆勒的报告终于完成 那在这期间呢 特别是这个去年下半年 到这个一直到持续到现在 那么因为涉及到通俄门 那么特朗普身边的人 大概能有二三十个人吧 受到了调查 受到了指控 甚至呢 被判刑 那唯独呢 这个特朗普呢 可以这么讲 是这个独善其身 因为这个在上一周 穆勒报告完成以后 他呢 把这个报告按照程序 把这个报告呢 交给了司法部 那么司法部的部长呢 巴里 他呢 就是说这个把这个 通俄门调查报告的概要 公布出来 那核心点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这个 没有对特朗普提出任何指控 那么当然了 这个结论出来以后 现在无论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比较一致的要求呢 就是必须把这个 穆勒报告的全部内容 公布于众 这样的话呢 这个其实呢 这个共和党内部呢 也比较好奇 究竟这个调查报告啊 调查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来看呢 就是说这个特朗普的前竞选顾问 马纳福特 这个被判了 那么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 科恩被判了 那么因为这个通俄门呢 这个前这个FBI这个局长 这个科恩呢 还被这个免职 等等 就是说这个 这件事呢 大家包括我本人 也是非常这个好奇 为什么特朗普身边这么多人 被判刑被抓被调查 那么这些人呢 也揭露了一些 一些这个 特朗普 这个 当然呢 这个也可以说揭露 也可以说暴露 就是这个特朗普一些个人的特质 比如说这个撒谎啊 比如说这个 像这个科恩 特别是这个前律师 就是他所有的这个事 都是在这个特朗普的收益下 做的啊 等等 那么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很好奇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理由 这个没有让这个斯朗普 没有让这个穆勒 这个提出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起诉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穆勒的报告 这个提交以后 一直到这从这个司法部的反应来看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通俄门这件事呢 特朗普应该算是惊险 过关 就我认为是过关了 因为这个我想呢 这个我们整体上呢 还是要相信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 就是说这个穆勒作为特别检察官 他知道他的调查报告 这个对于美国政治的这个 这个这个影响的这个重要性 当然也涉及他的 个人的这个政治这个政治前途 因为这个呢 这个美国两党政治这样一个斗争呢 一直在持续表现的方式呢 呃有所不同 那么涉及到总统这部分的话呢 其实这次的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就针对一个总统 对一个与外国之间关系的行为 进行这个长达两年半时间的调查 而且呢 总统周围的人呢 有的被判有的被抓 这可以这么说 在这个美国 在美国这个民主政治的历史上 或者在美国两党政治这样一个历史上呢 是一个里程碑的这个事件 所以呢 这个这件事 这个事呢 非常重大 所以我想呢 穆勒呢 这个不可能隐瞒什么 或者说在调查当中呢 他也不会这个放弃这个每一个细节 或者每一个与特朗普有关的细节 但是法律呢 毕竟是法律 美国的诉讼呢 就是说呢 他是以这个 呃 所谓的以事实为基础 就是说这个 按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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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著名刑事 见识专家李昌玉的话来讲呢 就是你有一份这个证据呢 说一份话 基本也是这样 我想穆勒呢 就是在调查当中呢 这个 还是没有这个 证明特朗普直接 与这个 俄罗斯联系 而干扰这个 2016年总统大选 这样的证据 那但是事实已经披露 确实这个 这些证据表明呢 俄罗斯黑客 确实是插手 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 但这个事呢 你可能呢 联系不到这个 你这个账呢 就是说不能算在特朗普头上 你也没有证据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报告 出来以后 以及这个司法部 这个公布 这个 报告的 这个 一些概要 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以后 我想呢 这个 这件事呢 还在发酵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首先呢 这个 整个的报告 据说是长达300多页 能不能向公众公布 或者是提交国会 向国会公布 这个呢 这个两党呢 这个 除了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 议长 这个佩洛西等以外 那么有共和党人也提出 要看这个报告 他们也很关心 所以呢 这是一个 我们等待 300多页的报告 究竟是一些 什么样的内容 第二呢 就是说这个 通俄文化调查结束 并不意味着 美国两党 政治斗争之间的结束 那么最近呢 就是说这个 应该这么讲吧 就是说这个 国会 想否定特朗普 提出的这个边境 处于紧急状态 这样一个这个行政命令 结果因为必须得 经过这个 三分之二的 这个以上的票通过 才能否决 结果呢 是虽然有 十几个共和党人 站在了民主党的一边 那么呢 这个 没有否决掉 所以呢 这个边境墙 处于紧急状态 这样一个政策 这样一个法规呢 仍然有效 那么这就为这个 特朗普 这个拨款 这个修边境墙呢 提供了一个法理上的支持 那么特朗普 可能还是要坚持 这个 这个继续这个修边境墙 那么在边境墙这件事呢 应该说民主党呢 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那下一步这个 究竟能不能从这个 目的报告当中 再找出一些东西来 然后呢 再对特朗普 进行这个起诉 或者怎么样 这个呢 我们还在观察 但从目前看呢 恐怕这种可能性不大 所以呢 未来两党 政治斗争的焦点 放在哪里呢 应该值得关注 那最近一个比较 这个一个明确的信息 显示呢 这个 共和党 就是一个地方法院 提出了要这个 推翻奥巴马的健保 那么呢 这个司法部表示支持 地方法案的这个决定 大家都知道 这个奥巴马的健保呢 这个特朗普呢 曾经提出过要否决 结果呢 这个美国资深的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这个资深的联邦参议员 这个共和党 也是共和党的 这个代表性人物之一了 马侃 那么投下了一个 关键性的反对票 所以没推翻了 那么这个特朗普呢 也一直在这个想办法呢 这个推翻这个 奥巴马的这个 全民健保 因为奥巴马的全民健保 这个对美国 可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家族 我想呢 生活在家族的很多人呢 目前都是这个 享受着奥巴马健保的 这样一个 医疗保健 这样一个待遇 就是说自己拿很少的钱 那么政府呢 补助很大一部分钱 那所以呢 这个整体来看呢 这个原来呢 是这个通文门 是民主党呢 对这个特朗普 或者对共和党 采取了一种 这个非常咄咄逼人的 一种进攻的态势 现在呢 这个民主党呢 我看 这个只能是退守 看看这个 就是说这个 奥巴马的健保 能不能保住 这个呢 现在呢 也是一个 这个两党政治的 这个 一个焦点 总之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 穆勒的这个 对于特朗普 通过门店 调查报告 第一呢 这个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为这个特朗普 洗清 反过来让特朗普呢 居于一种 这个比较有利的 这样一个 一个被子吧 那么民主党 如何做出 下一步的反击 这个呢 还值得这个 观察 另外一件 国际上的大事呢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义 习近平 这个日前 结束了 对这个意大利 摩洛国 和法国的访问 这个呢 一个这个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对欧洲的访问 应该说是 并不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事件 但是在 目前这个 中美贸易战 这样一个背景下 在这个英国 脱欧 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觉得这次 习近平这个 对这三国的出访呢 还是取得了 非常大的成果 第一点 就是这个意大利 这个正式的加入了 这个一带一路 这样一个联盟当中吧 反正是有一个 共同声明 意大利表示 加入一带一路 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就等于呢 把欧洲的门户打开 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传统上来讲呢 应该是有很深的渊源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 那写了一个马可波罗的游记 记录了他在中国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游记后来呢 在欧洲广为传播 让大家呢 让欧洲呢 认识到了中国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也可以这么讲 中国的石头之路 到欧洲呢 意大利呢 就是一个终点 当时来讲 所以呢 这个意大利加入 这个一带一路 这样一个项目也好 一个这个战略也好 这个意义呢 是非常重大的 另外呢 这是一个成果 第二成果就是说 这个中国和法国的关系 那么中国这个中航 这个订阅了这个法国 300架这个空客 那么在这个波音787 这个叫做这个MAX 把这样一个机型出现问题 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这笔大订单 应该是对美国的航空界呢 也是一个震撼 对美中贸易呢 我想呢 应该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影响 就是说中国和法国的合作 当然不只是一个购买空客了 还有其他这个十几项的合作 这是 就是说这个与法国 那么整个欧洲呢 在这个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的 这个德国总理 这个默克尔和这个欧盟的主席 荣克也加入进来 那么呢 这个由此产生成果 效果就是说 这个欧盟呢 已经宣布 对5G呢 对华为的5G 不采取拒绝的态度 而是由各国自行评估风险 来决定采不采纳5G 就整个来讲呢 实际上那个 就是说这个对华为来讲呢 在欧洲来讲呢 可以这个放了一码 怎么讲呢 各国这个评估自己的风险 这个呢 这个空间就很大了 所以呢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华为呢 在这个巴黎呢 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呢 华为在巴黎呢 还高调 举行了这个新款手机的发布会 就是说这个 所以呢 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呢 被华为解套 在某种程度上呢 起了这个一个推动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是这次这个 习近平对欧洲的厨房 这个无论从这个外交层面上 从这个经济贸易的角度 以及与欧盟的关系上 意义都非常重大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4月 从4月1号开始 洛杉矶级县的大部分地区吧 的消费税 从这个9.5%上涨到10.25% 上涨7.5% 实际上呢 如果信息的民众可以注意到 洛杉矶级县的这个消费税 在两年之间涨了三次 这个幅度呢 可以说是比较高 就是你花一块钱 要交这个 这个1毛2分5的税 这个税收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加州的税收呢 一直是个问题 所以呢 希望大家这个 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 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呢 自己账 但是每个城市呢 不一样 那么大部分 但是我们华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呢 还是说从9.5% 涨到百分之这个 4.25 好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 我们下周见